再来推动强化地方的农业建设 因应极端气候的冲击 锐水乡农会结合农水属花馆处 建制武贺台地喷灌系统的同时 农会也争取推动购置土地来打造武贺农堂计划 初步获得了农会里监视的认可后 农会也在今天召开这一届最后一次 小组长及农民代表大会当中寻求支持 那么经过讨论结果 全场也一致支持同意 农会团队也行星大增将全力推动 在农水属花馆处积极建构改善武贺台地喷灌系统的同时 瑞瑟湘农会也没闲着通步规划争取武贺观光农堂园区计划 中干事黄胜黄向礼监视提出购地获得认可后 今天在农会小组长以及农民代表大会中提案寻求支持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大的案子 那各位知道吗 大家知道吗 因为法院区你知道一下 就是我们农会想要把一块地在什么呢 然后大概有两份半是要让农水属盖一个水塘 盖一个水塘 然后有剩下的部分是我们农会自己做加工厂用 不过也有代表提出了有观光农堂园区之后 早期所建制的玛丽云茶厂未来规划营运方向 原本的那个柯本茶叶 茶叶加工厂怎么处理 原本的 由于这是这一届小组长与农民代表任内最后一次的代表大会 因此对于午贺农堂构地计划也高度重视 农会理事长魏清和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 也就农事小组长以及农民代表所关注 且提出的问题答复 也详细说明午贺观光农堂计划内容 与未来精管发展方向 想起来表示真的 可以为我们地方的产业去变一个生产主体的话 我想可能会是好事 好事好事 但是毕竟我们代表大家知道一下 代表我们讲一下 我们中国文贵的事业主要我们还会发展 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 这个意外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其实大家都同意了好不好 我们也要掌声一下 谢谢 经过讨论结果 全场也一致支持同意 也让农会团队心心大增 而农会所初步购置的农堂 园区用地面积大约0.57多公顷 除了一般用地面积 与农水属花馆处结合建构农堂蓄水灌溉 剩下的土地空间规划查产业加工厂 停车场等设施 农会也将会向县政府农粮署等单位争取推动 中文师黄生黄表示 有了李坚市及农事小组长农民代表的支持后盾 也将全力以赴 今年度能完成新办事业计划的提报 逐步推动完成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而不认为呢 例如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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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